我們女生胸部會走山的原因 其實就是跟長時間的 你的姿勢不良 然後比較多女生是因為 真的內衣穿著 我覺得這個比較多 她的cup是不可的 然後還有就是減肥 你可能飄食 你沒有吃到一些脂肪類的 還是一些蛋白質類的 一些飲食的話 你可能就會造成 你胸部沒有辦法去變大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運動 常常有很多女生去做重訓 或是去跑步 她沒有穿一個 有一點軟支撐性的內衣 運動型的內衣 然後她就會比較容易下垂 然後也有很多是產後媽媽 因為有一些媽媽 其實不餵母乳的時間太久了 我曾經遇過一個客人 她的母奶味道 小孩六歲 好辛苦喔 所以她整個胸部都掉下來了 像媽媽真偉大 母偉大 為了小孩犧牲自己的美麗 對 所以也蠻多媽媽 是因為補乳的時間太久了 真的 沒有 我兩個月就外國起床了 真的 就上面就空掉了 真的 那尤其這樣脹 你脹來之後 等到沒有乳汁的時候 她又縮 然後就這樣大大小小 大大小小 就整個就整個變一個空袋子 真的 有一陣子是這樣子 你就沒有彈性了 是 這時候其實真的需要 另一半多多鼓勵 真的 那女生其實一直在對抗 也覺得很難抵抗 就是地心引力 聽說Vicky 妳這邊有三招 可以預防胸部下垂 有用嗎 有 現場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好 我們先手拆腰 我們先把腹這個 這個肉肉先移到 我們胸部的地方來 好 那我們可以用我們手指的 這個虎口 把手臂的肉肉這樣撥進來 撥進來 然後我們稍微轉身一下 讓鏡頭看一下 這樣子 對 撥進來 我教你的手 好 這個虎口 先把我們手臂的這個肉肉 撥進來 對 撥到這邊 所以Vicky妳現在教這個是 女生自己可以做的 對 女生自己在家裡自己做的 對 好 然後我們稍微轉過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是 手的地方要把這一塊肉肉撥進來 好 把這一塊肉肉 手背的跟後背的都撥進來 你的手要盡量往後 然後這樣子 對 這一塊肉肉往前撥 撥 撥進來 然後大力一點嗎 對 這樣真的可以擠到肉 真的好酸 真的有用力 然後這隻手不要放開 好 這隻手來接著 好 接著 然後往裡面 往中間的地方撥 這樣子 然後這隻手再 再接過來撥 再繼續 對 撥 就是這樣子 沒錯 然後這樣子 然後往中間乳鉤的地方撥 對 等一下 這樣子 手臂撥進來 然後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一個再繼續 再這樣子 對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這一手再過來 這樣子 因為手不要放開 就把肉肉一起這樣子撥過來 然後這隻手也不要放開 我們接著從下面往上 好 也一樣是虎口 虎口 對 我們剛剛是集中 我們剛剛是集中 這樣子 虎口 由下 現在是肩挺 好 肩挺的部分 對 然後再來我們要做一個激活 激活就是我們胸部附近 有很多的豐胸的穴道 對 那像涼乳中間這邊有一個穴道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好 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做 好 這樣子 用手掌 對 然後你要把這個穴道壓下去 好酸喔 對 然後記得把 中間那邊有穴道 刺激一下穴道 這邊這邊酸這個點 對 就是中間 涼乳中間這裡有一個穴道 是 好 這裡 對 所以應該代表很有用啊 有感覺 有 這樣一定要做 一天做一次嗎 建議就是 每天花個20分鐘做 20分鐘 就是洗完澡之後 擦乳液的時候送給你做 好 順便保養 然後再來是 乳頭下方一公分 好 這裡 有一個豐胸穴道 好害羞喔 對 這樣子 按壓開 乳頭上方一公分也有一些穴道 所以上下 上下 記得都要環狀的 這邊好痛耶 是痛 酸酸的吧 對 這個是正常的嗎 好痛 酸酸的 應該是酸的感覺 比較多對不對 真的啊 可是我覺得會痛耶 你可能現在在脹奶 有可能 剛懷孕都是這樣 怎麼都一樣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好 然後這邊按一按 對 然後接著我們很多女生都因為 會有塞奶的問題 對 乳腺塞住了 對 阻塞的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指節的地方 我們手可以先扶著 然後這樣子 從外側往骨頭的方向 我哪隻手扶呢 你這隻手可以這樣扶著 扶著 然後這隻手這樣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嗎 對 往裡面 這樣子 我先我做一次你看 好 一 二 三 像掃地往前推一樣 一 二 三 把它撥過來 撥到中間 就這樣 一 二 三 然後再從最外側到裡面 一 二 三 然後再一 二 三 然後就接剛剛的撥提的動作 然後再來這樣子 這應該要記起來 然後這樣子 自己replay不斷的看 女生都要學 撥 然後這邊過來 對不對 然後再來 你每疏通三次之後 你會覺得自己變美了 好嗎